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想要跟Kitty合拍 然后我们大概12点多到吧 锁定娃娃 对 娃娃大小的娃娃 还有悠悠卡 是家里可以用的 然后或者说摆件 就是很多种类啦 我们除了在捷印本业 我们提供更安全 更可靠的捷印系统之外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旅客 更丰富 以及更活泼的一个 搭乘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今年 刚好Hello Kitty 今天刚好它生日 也是它50周年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们也跟它来做一个合作 那这个要谈到就是10年前 当它40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它合作 那在我们猫口缆车那边 我们发行了很多联名的商品 很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 那这一次50周年 我们跟它合作 我们也推出了 各式各样的商品 那3DO这边 它也特别为了这一次联名 限定 有很多单股的一个图案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合作厂商 也开发了66种的一个商品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陆续推出 希望大家都能够会喜欢 我们捷运商品 主要是以捷运的一个严肃 或是捷运的一个意向 然后跟我们的一个伙伴 一同共同来开发 那比较受欢迎的 包括像我们的轨道列车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文具等等 那我们也接受这个厂商这边 他们的提案 那提案只要经过我们审核以后 这个就可以在市面上来贩售 联名系列商品 包含悠游卡 文件夹 绒妈娃娃及吊饰等 另外也在捷运站设置 梦幻打卡墙公民种拍照 不仅有Hello Kitty 布丁狗 美乐蒂 哭泣儿 和当黄哥 都在闸门区 地板及旅客询问处 等着大家 我们从民国85年3月28开始营运 我们第一年每天只有4万人 我们现在一天可以再大概 最多礼拜五可以再到236万人 所以各位可以想见 这一下子从4万变236万 人流就是金流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旅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Hello Kitty的好朋友们 已经还在那边 要等着待会儿要一起参与活动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知道 在这里 这个地方正好是南京复兴站 是的 而且正好在我们的付费区 和非付费区的中间 这里我们后面有一排的商店 Metro Corner 都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台北捷运 安全可靠舒适便捷的一个服务呢 来给大家做最好的大众因素服务以外呢 今年我们特地除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项 60多种的联名商品以外 当然今天是先拿出20几种 我们后续还会陆续的推出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三立欧给我们支持 做了一列在淡水线的一个彩绘列车 也跟大家报告 这个我们六大主题的明星 对不对 做了Hello Kitty 是 美乐蒂 是 还有大二狗喜拿 没错 对不对 是的 酷季儿 酷季儿 对不对 还有蛋黄哥 蛋黄哥跟布丁狗 还有一个布丁狗在这边 超可爱的 一共六个 这六个六大明星呢 会跟大家一起同乐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想过 为什么Kitty它的左耳上 有带了一个蝴蝶结呢 这个如果是Hello Kitty的 忠实粉丝 应该马上脑海就会冒出这个答案来 其实答案是啊 这个蝴蝶结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也就是说 Kitty的蝴蝶结 它是代表着人心跟人心的连结 那是串起全世界人跟人之间 人跟地区之间有爱的一个象征 那我们3DO集团在2021年 有新设一个企业的愿景 叫做One Word Connecting Smiles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借由创造每一个人的笑容 并且透过把这些人的笑容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快乐的环 那从而达到说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和睦相处这样的一个企业理念 而我们家Kitty的这一个蝴蝶结 正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含义 那于是同时呢 我们回归到现场 台北捷运呢 当然它也不是仅仅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 台北捷运 它同样是连结人与人 人与城市 人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每天我会看到无数的通勤族 来自全国各地 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那他们搭乘了台北捷运 往来每一个繁荣的城市 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各个城镇里 那或者是搭乘台北捷运 回到他们温暖的家 交织出无数的这个温馨而感人的一些故事 那我们非常开心的就是说 今天可以由Kiddy带着美乐蒂 大耳狗 酷气儿 蛋黄哥 还有一位 大耳狗是哪 布丁狗 这六位三地欧明星家族 那一起让他们可以成为 这个人心的结合 以及有爱安心的一个象征 一起跟着台北捷运 带着更多的乘客们 更欢乐的一个搭乘体验 除了联名商品和捷运站的彩绘装置 也打造梦幻的捷运彩绘列车 在淡水新一线起航 欢迎民众透过捷运APP 掌握列车动态资讯 与可爱卡通明星同游台北 记者问运台北报道 与家中长辈感情很好的卢广仲 这次受邀担任伊甸工艺大使 与高龄90岁的长者阿与阿嬷 一起拍摄工艺影片 呼吁民众疼惜身边长辈和照顾者 在被照顾以及照顾者 这两种身份当中我觉得 其实都很不容易 所以希望长辈们在累的时候 就直接要休息 因为你们如果太辛苦 我们也不敢 我阿嬷生前很喜欢唱歌 然后以前我阿公都是 我都是看着我阿公 在看我阿嬷唱歌 就是我阿公不唱 他在外面听我阿嬷唱歌 那自从我阿嬷离开之后 我阿公就 他就突然变得很喜欢唱歌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透过这个 唱歌这件事情 来缅怀阿嬷 所以我在阿公开始很勤劳练习 他还加入社区的那个 老人卡拉OK的一个团体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常给他唱歌 然后我在会谈吉他之后 我还会帮伴奏 我发现说阿公你要 我拿一个那个歌本给他 然后把你伴奏 能够参与这个拍摄 还有这个伊甸的这个老人照顾服务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自己 我家里我爸妈也是快要七十岁 然后我阿公也是九十多岁 所以这个老老照顾的这个这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我自己 以及我们每个人在未来都会面对到 所以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影片还有这个活动 可以让社会大众去了解这个状况 然后能够给予资源 然后让更多专业还有多元的服务跟照顾 可以去帮助这样子的家庭 卢广仲与阿与阿嬷一起做棉花糖 两人笑得好开心 个性活泼的阿与阿嬷 两年前中风复发需要照料 年过七十的女儿为她找到伊甸托老中心 阿嬷一开始还很排斥 经过中心人员细心照顾 加上交到许多朋友 现在阿嬷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她去那边的时候她很开心 她每天下课的时候 我回来都会把地方过去 有人跟我搭讪啊 我会想说我今天在中心 老师上什么课程 我还做什么运动 她老人家运动都给我鼻手发起 就对 她有去种种菜这样子 在每天呢 里面有很多同龄女的那个适用 所以她在那边很开心的 大家交班又聊天 对 这是这样子 那后来呢 她的身体在中心这一段时间 慢慢的稳定了 是 很好 一切都健康 是 真的 远先 远先去中心的时候打坐 还是你的办法是吗 对 没办法走 是 是 是 那她就这样子健康 我也很开心 你去上课的时候 什么课程你最感到的 每个人都好 每个人都好 对 每个人都好 我都没有人来 做什么我就好 好 好 你很高兴啊 我现在正在正在 我就要做这个 哦 这个很高兴而已 我再来啊 稍等一下 没有人好 你说 还要做什么 我都好 来啊 我都好 你还好 我来啊 我都好 65歲以上的長輩 老老照顧將是每個家庭 可能會面臨的議題 伊甸服務家跟社區 要成為長照家庭的加油團補給站 就是現在的長輩 我每一個人的壽命都是 平均年齡都是正常的 那相對的真的就是 當我的長輩90幾歲的時候 其實我也面臨六七十歲了 那在台灣等於說 我們原來從大家庭變成核心家庭的時候 那真的就是 就是一代照顧一代 那就變成是老老照顧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年齡增長的過程當中 所以在我們活得久的時候 我們更希望能夠活得好 那等到長輩慢慢老化 他有一些照顧需求的時候 那基金會目前有提供兩種服務 一個就是我們去長輩家裡 就是我們講的居家服務 那協助長輩的日常生活起居 包括比較重度的長輩 可能幫忙他洗澡 還是煮飯給他吃 還是他有復健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是依據醫師的指示 提供他一些復健的一個運動 那有一塊是我們在社區 有做很多所謂的老人的日拖 那長輩可以來這個點 他就走出來 我們提供交通的部分 然後讓他進來了以後 他在社區 他就可以在這個老人日拖 接受我們不管是 來自身體上的照顧 還是是生活上 還是說他的興趣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渴望 在自己熟悉的地區 因為裡面有老朋友 有你知道的 你喜歡去哪邊吃東西 你個人熟悉的環境 不管是人事物就在這邊了 所以我們希望長輩 他是在地安老的 然後我們在社區提供足夠的支持 讓他真的是在有生之年 可以多在社區 留到最後真的是不行了 才進醫院 才到我們所謂的 比較是離開家裡的 那樣的一個地方 可是我們就是想盡辦法 讓他能夠留在社區 變老並不可怕 醫療基金會邀請社會大眾 支持老人照顧服務計劃 陪伴長輩在熟悉的社區中 快樂慢老 守護長照家庭的名牙仔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熟練的介紹每一款服裝特色 今年58歲的蔡小姐 原本是年收200萬的服裝公司老闆 疫情期間結束公司 中年失業的她 四處投地履歷 卻無回應 在朋友的介紹下 轉戰保險業 希望開創事業第二春 我是全部我都以那個漏斗型的方式去找工作 就是第一個就是 我的專職權能就是服裝設計嘛 設計師 所以設計師的工作 或資深設計師的工作 或是設計部門經理的工作 我都有去投履歷 那還有第二個就是 我也去投包括人事管理方面的 因為我有管理的情願 那第三我也去投履歷 就是跟業務還有那個 跑外面的一些工作有關係 我也去投履歷 還有第四部分 包括便利商店 大業班的工作 因為他們大業班很 我總覺得應該是比較有缺 結果當我去面試以後 大業班的工作也沒有缺 這樣前後過了大概七八個月 我一直都在吃老本 就是我以前有一點積蓄 那一直到積蓄快要花光的時候 就貴人就出現了 那我就覺得 打開我另外一個視野 普遍我周邊的朋友 他們都希望六十歲就退休 因為就是說 如果六十五歲就退休 體力已經不好了 可能錢也很多都給小孩子了 那你就沒有辦法 規劃自己真正的生活 跟先生也沒有辦法 安排去旅遊等等的 擁有高學歷的Ashley 過去擔任過空服員 補習班英語老師 還擁有英語領隊的執照 當初因為結婚離開職場 42歲時準備重返職場 投递超過四十份履歷 都因為年齡卡關 讓她感到相當挫折 我其實投履歷 也跟剛剛的蔡經理講的 不是殡葬業來找你 就是殡葬業或者是 以前有房屋代銷公司 或者是這個 當然也有保險業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但是因為這跟我的專業 實在差非常的多 因為表演跟這個教學 都是一個傳送知識的工作 事實上是 語言互動可能是比較單向的 所以對我來講 我會有點懼怕 再加上他們上面寫的都說 青壯年 事實上年紀就是到54歲為止 那非常尷尬的是 我今年是56歲 所以呢 其實我得到的這個 Feedback 就是他們給我的回函 是非常的少的 剛剛蔡小姐還說 她跟妳說 一個禮拜之內會回信 我接到的信都說 如果妳沒有被錄取的話 我們這樣不采與通知 就不通知妳了 如果你沒有接到信 妳就是摸摸鼻子 就是不要再來問了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指出 45歲以上中高零售房者 有24%過了65歲 也不敢太早退休 且一旦離職後 有高達8成8的人 認為重返職場有困難 其中更有將近4成5悲觀認為 要找到合適的工作 微乎其為 我們這一次是針對 45歲以上的職場工作者 來進行調查的 我們發現他們在整體來說 對於自己退休年齡的想像 認為自己 我希望我撐到65歲再退休的 有1成4 14%左右 甚至有10.1%是覺得說 退休這件事情 我想都不敢想 那也有10.1%的民眾是覺得 不管他是已經財富自由了 或者他對於職場 真的已經相當厭倦了 他認為自己希望能夠在 50歲以前就退休 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平均年齡 我們在對於自己 退休年齡的規劃和期待 是平均59歲 那退休之後 他們是不是要繼續工作呢 退休本來就不代表 一定要離開職場 這個數據在台灣 剛剛的勞動產業率偏低 的這個數據 相比之下 有了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我們發現有67%的民眾 他們對於退休後 還要繼續工作的想法 持正面的態度 有等於說超過3分之2的人 在退休後 還是想要繼續工作的 那其實只有11%的民眾 是覺得我退休後 我就不想再工作了 有22%的民眾是覺得 我還沒有想法 我可能還要再思考看看 那至於退休之後 要做什麼呢 很多人覺得說 我畢竟剛從原本的職場離開 希望能夠讓工作跟家庭 或者是其他個人的生活 能夠保持一個彈性的關係 所以其實在兼職 或是即時工作的這個比例 還是比較高的 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一個比例 是希望能夠往這個方向去找 那還是希望再找另外一份正職的 就比較少 大概有4成多 還不到一半 那對於退休後 想要一元老闆夢的 則是排第三 有超過三成的民眾 是希望能在退休之後 有創業的機會 那退休之後 剛剛提到 到底是不用工作 不想工作 還是不能工作呢 我們發現 在台灣剛剛有67%的民眾 在退休後 還要繼續工作的原因 很可能是經濟壓力 退休之後 到底要有多少的收入 才能夠維持 理想的生活品質呢 在我們這次的調查當中 整體算起來 平均的數字 是來到35200多塊錢 也就是說 大概退休金 能不能夠支援這個金額 就會是他退休後 要不要繼續工作的一個關鍵 那我們就發現 有90%的受訪者認為 退休金很可能 不足以支援這樣子的一個生活水準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對於退休之後 做了很多不同的一個規劃 那當然在現在還沒有退休的時候 未雨綢繆的情況也是有的 我們觀察了這些受訪者 對於目前在退休做準備的一個情況 比例最高的當然是勞退自體 也就是說你除了本來現在就已經 雇主幫你提拨退休金之外 自己額外再提拨6%的這個部分 有來到51.8% 其次依序是包括是ETF股票基金的投資 投資型保單的購買或者是雖然利率並不高 但是能夠存起來還是聊勝於無的定存 那最後則是有人還是希望說 我能夠投資一些副業來增加被動收入 這些都是現在還沒有退休的這些 中高齡的工作族群希望能夠為退休進行的準備 人力銀行公關經理黃凱源表示 中高齡者具有豐富的業界經驗 人際互動拿捏得宜 對於人力吃緊的餐飲旅宿業而言 透過職場在設計以及彈性工時的安排 退休族群渴望成為勞動市場最佳的再造人力資源 記者李奇惠台北報導 紀北北陶合作的1200元交通月票 將城市相互連結成生活圈 創造經濟產值淨碳拍的成效 在打造移居生活圈高峰論壇上 思維市長也對市政近一年的成果與展望 侃侃而談 未來在我認為我要把台北市打造 第一,Founder Friendly City 創業家友善的城市 我們全面共享 第二,AI Driven Smart City 一個以AI為導向核心發展的智慧組織 第三,我也跟高島市長講 台北跟福岡市 以及之前我去首爾跟首爾市長面對面談 包括之前到上海 我也跟這些城市長 我們希望即刻來落實 我們雙方兩座城市創業家 創業基地共享計劃 也就是雙方兩座城市的創業團隊 創業家互訪到各自城市 只要需要創業空間 我們都可以共享 我想我們即刻來落實 所以這是台北市未來發展的一個願景 方向的目標明確 所以可以創造我們首都圈千萬人口 跟基本表四縣市合作 一起努力 我上任以後 譬如說營養午餐免費 或是中小學老師 這些非正式的老師 全年聘請 讓這些學校教育水準能夠提升 老師能夠安心地教書 讓這些勞工說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去補貼他的薪資 可是他的這個 因為勞工相對比方年輕 可能他們的小孩在就緒 所以這個營養午餐不要在你 家長負擔 你們的學校老師要讓你們放心 他們絕對會非常安心地把小孩交往等等 所以這個是第一件 我們希望說他沒有後顧之憂 在學校裡面上學的小朋友們 這些子女們能夠讓他們覺得說 在桃園 雖然剛剛講說心思不向高科技 那麼的貢獻量力 可是在桃園 舊學環境 他們可以先安心 大家都了解我們基隆俗稱 漁港 漁都 他下雨一年超過200天 而且這200天 有100天 可能是集中在冬天的4個月裡面發生的 所以我未來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就是要打造基隆 成為全台灣最多優良室內空間的一個城市 我們首先先打造親子的空間 我們在我就任的三四個月 我們就打造了兩座所謂的室內合同樂園 我們在耶誕節前還可以再開兩座 然後在明年第一季還可以再開三座 那現在呢其實跟這個兩位雙北的市長報告一下 我也很開心 現在有很多家長其實會帶孩子到我們的室內兒童來玩 因為很簡單來說 因為我們室內兒童樂園 雖然是公益的政府空間 但是商業等級 是營業等級 但是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公益跟社會的一個設施 所以第一階段我們希望打造親子 再來我們打造給成人的運動 以及大家都知道現在都很重視毛小孩 毛小孩也是跟我們小孩一樣的同樣 所以未來基隆希望有很多的很棒的親子空間以外 也會打造很多毛小孩的親子的室內空間 我們利用我們的區域形態跟基隆背跑一起連結 所以林口我們跟巴默淡水還有智慧物流 因為我們有台北港 過來之後板橋新莊三重盧州五谷泰山 是我們金融跟世衛的中心 像Google的總部就在門板橋 再往南邊到了中和新店 我們有高階遺產因為雙核醫院 配合我們的寶高很多的大的企業技術 再往北走 我們可以到我們的系統 知通訊跟我們的南港跟基隆 可以變成一個經貿的王蛋 然後往右邊走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土城的傳統的智慧製造 開始轉型升級 然後三音文創可以跟大溪整個在一起 面對四個城市如何跨越合作 蔣萬安自豪1200元月票 張山正則談到粉化垃圾合作印象深刻 以希望四個城市共同打造城市生活風格 謝國良認為深化區域合作是必要的 未來基隆捷運的建設 將能大幅提升基隆的競爭力 首先基隆一定要合併成直轄市 所以我們跟新北跟雙北 還有跟基北北桃跟桃林 我覺得我隨時隨地都會提醒 我們這些直轄市們 應該未來我們有機會的話 一起來談合併 但是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條件 要把它提升 所以我想透過我剛剛講的 把基隆的條件做得更好 透過基隆捷運 把周邊的整個產業跟就業發展出來 我相信那個時候就會水到渠成 在7月份的時候有機會到新加坡去參考 新加坡他們真的非常的用心 在很多政策的規劃 他們有一個2030Green Plan 2030綠色計劃 而且很明確地執行方向跟做法 比如說他們2030年 要再多種100萬棵樹 很具體 他們在尖峰時段 要使用大眾運勢工具的比例要達到70% 到2030有25%的學校要達到碳中和 所以我們去新加坡也特別去他們的環境去部 去跟他們做談 去了解他們怎麼樣來推動達到2030 進行碳排目標 所以台北市我們回來 我們也理定了每10年階段性的減排目標 2030我們要減排40% 2040希望減排60%到21% 我覺得我們將來四個城市在這個合作平台上面 我希望在開始 我們基礎建設大家都在那裡進行 中央有支持一份經費 大家都非常辛苦 因為捷運所造成在於交通這個衝擊 而是我們開始要去打造我們四個城市合在一起 所謂生活平衡 生活平衡會叫什麼 就是體育活動是一種生活平衡 文化活動是一種生活平衡 譬如說我一陣子我再講一句 好了你們那個耶耐城 耶耐城啊 我自己搞耶耐城好不好 不好啊 那個我覺得這麼近距離 我們自己搞耶耐城沒有意思 我們過幾天你搞一個萬聖節 萬聖節以後你們就不要再弄 我不要弄 耶耐城你來弄 大家合作把生活平衡的層面 拉抬起來 會後接受媒體聯訪時被問到藍白河議題 四人嫌尷尬微笑對視 張山正說美社入戲節不便評論 蔣灣重申朝政黨輪替目標前進 基隆市長謝國良則判柯文哲侯友宜面對面談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好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志工們陪著長輩逛賣場 挑選生活物資、日常用品 長輩們的臉上充滿笑容與期盼 逐以選購自己想要的物品 勞人福利關懷協會在重陽節舉辦此項活動 邀請到大同區景欣利長輩出遊購物 減輕弱勢長輩生活負擔 更有輕盈共辦的意義 很高興 很高興 看得到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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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買得到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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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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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得到買得到 其實這幾年我們逛賣場的活動是辦了很多場的 那也不是做在北部辦 其實我們 上個月高雄才辦完一場而已 所以我們一年大概平均逛賣場的活動 北部加南部大概差不多會是在五場到六場左右 其實過去我們一直都是送物資到長輩的家裡面去 那我們看到很多長輩其實 他是很期待能夠出來走一走到戶外走一走的 那有的可能行動不方便的種種因素 那後來我就想到說 其實我如果說我們可以帶長輩出來外面走一走 能夠選購他們想要的東西 其實這樣子也是對他們講是一種 心裡面的一個快樂 快樂其實很難 就是你送東西給他他是快樂 可是那個快樂可能只有三分 可是你帶他出來逛賣場 他那個快樂可能是七分可能是八分 所以我們才做這樣的一個搭配 其實我們主要是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獨居長輩 第二類就是低收入戶 第三類的長輩就是實荒長者 因為實荒長輩其實是我們協會長期在關注的 在照顧關懷的一個對象 因為實荒長輩說實在的在台灣這個社會 因為他是屬於比較邊緣的 比較弱勢當然是不用講的 那因為社會對他們有一些不一樣的角度的一個對待 跟看法 所以這個領域的這個團體 這樣的一個對象的話 其實是比較少被人要關注的 他們是屬於低收中低收或者是獨居老人 然後有的是身心障礙者 我們第一次跟老協配合 那當然我們林內其實之前就已經有在免費提供餐點 對 那我們老湖這邊是第一次 我覺得很棒 我們在RE這個行程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已經在想我們要買什麼東西 對 或者是可以買什麼 對對對 他們都滿心期待 逛賣場對一般人來說攜鬆平常 但對於外出困難的獨居長輩而言 卻是很艱難的行程 協會特別以專車接駁 至公全程協助選購物品 讓行動不便的長輩也能走出戶外逛街 購買想要的生活物資 並且透過聊天與陪伴感受到關懷與溫暖 陪阿公阿嬤礙賣場報道 記者問負台北報道 大家你知不知道食物吃進去之後會到哪裡 會到哪裡 會到哪裡 然後還有呢 食道 食道 對 目前經過食道 會主辦的好健康小學堂活動 今年跨出都會區 前進新北市基隆市小學提供優質課程 讓我們未來的國民健康教育 小學堂教育 可以像我們合併助手一樣 從台灣北部到台灣各地 桃園基隆南部 東部貫穿中央沙漠 打通正都兩幕 南部跳過哲學溪 打到蔡總統的家裡 恆昏半島 讓我們這個小學堂可以全國便利開花 我們不能夠把教育只有留在台北市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社會愛心的力量 讓他傳遞到台灣各個偏鄉角落 所以呢 第一泡 感謝那個丘副市長 讓我們的願望實現了 那讓我們的這個 合運的同仁 可以絕對這樣的愛心 那帶著這個基隆的小朋友 可以實體到這個基金會來 那見證我們國人的這個 費力組織 帶給社會健康的這個知識 基隆肥胖小朋友的比例 是16.33 在111年 比110年有稍微下降 但是在全國的比例還是高的 我們都知道 別話跟脂肪是有關係的 那我很感激 用這個方式 從小扎根 小孩子健康好 我們將來才會有潛伏 才會有希望 我們2017年最早的夥伴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這裡 然後我們有從第一年開始 執行這個好健康小學堂 一直到現在 我們台北市一直都有機會參加 非常感謝 我們總共有超過2000以上 2000名以上的師生有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每個活動回來我們都有看到回饋 我們的老師小朋友們 對於這樣子 非常非常有好玩的一些遊戲 體驗 然後教很多深入前出的一些 我們的健康的觀念 還有正確的飲食觀念 其實這些對我們的小朋友 對我們的老師都有好大好大的幫助 好 今天要特別感謝基金會 其實在去年 首先讓我們新北市的兩所學校 那其中一所是我們的偏鄉學校 一所是我們所謂的非三非師的學校 讓我們兩所學校 用線上的課程的方式 來參與我們的全民健康的小學堂 這樣一個課程 那因為這個課程的設計 非常的生動委屈 而且是有透過一些線上搶答的方式 所以其實學生給我們的反應都是 我們覺得透過這個課外的課程 讓他們收穫很多 而且尤其我們的老師們 他們其實很珍惜這樣一個 課堂外的教學的資源 所以這邊要特別代表市府 感謝基金會 還有所有提供愛心的夥伴們 給我們這樣一個教學資源 全建會今年也和汽車租賃企業合作 免費接送跨區國校來到全建會 實際參訪與體驗健康課程 充實健康事能與生活視野 課程裡面透過鼓桿 讓孩子操作 然後還有最近最流行的一些資訊教育 讓孩子可以透過眼睛啊 還有操作手操作 然後觸摸手感 然後去體驗一下 未來這個健康教育 落實在自己生活的重要性 所以說各位 感謝各位心肝我們的寶貝 讓各位小朋友都有好心肝 然後落實在自己生活中 也幫助自己幫助別人 是他們可以把這些好的觀念 帶給家人 然後可以一起有健康的國民 跟健康的家庭 我們在推動健康的議題方面 我們學校有分組喔 我們每個學校都有分組 加入這個健康處境的議題 那我們學校是做健康體位 所以我們從飲食啊 睡眠啊 運動啊 這各方面呢 來照顧小朋友 那我們今年呢 非常開心喔 有這個基金會的這樣子的資源 能夠溢注 那這些資源呢 都可以幫助我們健康室的小朋友 更健康 我們呢 更有活力 那代表學校單位呢 非常感謝這些資源 各位下心人士的支持 健康啊 其實啊 其實跟年齡性別 顏色啊 或者說地域啊 區域啊 城鄉都沒有關係 每一個啊 人 每一個啊 城鄉 每一個啊 那個縣市啊 城鄉鎮啊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教育員 一個工作 所以呢 在這裡面當然 那可有助生啊 算第一家啊 來支持這樣一個活動的一個企業啊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就剛才剛才 許教授講的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能夠再擴展 從我們是原來的台北市 然後到 近上半年新北市 然後再下半年會 加入這個基隆市這樣子 這個啊 這樣子 能夠把這個啊 範圍啊 慢慢的破 越來越大 好健康小學棠 自2017年開始推廣 創新活潑的健康課程內容 榮獲台灣永續行動獎 和亞太區永續行動獎 雙料同獎殊榮 在學童建立健康觀念的關鍵階段 傳遞正確的健康知識 達到全民健康目標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無人機在空中盤旋 每個方向定點飛行 再前往下一關 要維持等高等數 才能降落 無人機運用廣泛 考照人數增多 進入缺乏合合場地 考生要遠回 副外縣市 從又引一科技大學 和專業無人機公司 台序公司攜手 籌辦遙控無人機學術科 專業證照考場 日前將佈民航局辦理實地 會堪認證 未來要考兩公機以下 無人機專業證照 在基隆就可以考試 那這部分的考場來講的話 我們會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話就會有 民航局派遣考官 來這邊進行考試 那相關的這個報名的 一些程序的話 都可以直接上我們民航局的 遙控無人機的管理諮詢系統 那現在因為都是所謂的 一站式的服務 大家在那個管理諮詢系統裡面 去選擇那個從佑的這個考場 就可以進行報名 那那個報名之後 那時間到了就可以來這邊做考試 考完之後 也要請大家記得 如果就是順利通過 順利通過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個系統上面 再去做一個證照的申請 那這邊的話我也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證照的申請都有一定的時效性 請希望大家考完了之後 一定要記得提出申請 那如果說提出申請完了之後 我們會盡快的把證照做出來之後 以郵寄的方式寄給大家 基隆的一個天然的一個地形環境 其實我們依山傍海 那機場會有看到一些在山區走失 甚至在海上 發生危難的這樣的一個事故 那其實透過無人機的一個救災救援 其實可以大大提升 就讓人員在救災上面的一個量能 也可以讓我們的民眾在第一時間 即時得到的一個救援的一個支持 所以這樣的無人機在未來 不管是在救災或救護的相關的推動來講 是一個很正面一個正向的一個方向 從幼科大籌備兩年 終於獲得認證 預計11月中旬就能上路 再基隆就可以究竟考試 是一大福音 無人機我們本來的想法只是說 我們是演藝科技大學 那因為我們很多的表演 室外的表演非常大場的話 用無人機那個效果會非常好 那當然現在的話 我們成為這個考試的基地的話 除了我們影視表演演藝的表演 場外的表演以外 我們還可以把這個貢獻擴大到 所謂市政府的相關市政機構 然後我們的消防隊 比如說基隆的特色就是一山半海 然後很多地方 比如說有人去登山 然後迷失等等 這個都可以利用無人機 甚至於海巡署 未來我們可以擴大到海巡署 海巡署因為它要海巡的時候 它的人力物力受到極限 而且台灣的整個的沿海線太長了 那有無人機的話 這個效用也都很大 基隆第一座無人機考場誕生 對於推動無人機產業 在基隆發展有很大注意 過去一年 該場地是無人機標準練習場 已經培育出許多學員 成為推廣無人機產業的最佳基地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核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核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核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深美事件檢驗之後的一個結果 我想檢驗之後 檢驗的結果 統一對外說明是衛生局的權責 所以在這邊不便 先就預約我的職權 我們來尊重衛生局 10月份深美國小營養午餐事件 市議會一直非常關心 但是教育處在市議會進行業務報告 被市議員要求教育處公佈 營養午餐檢驗結果真相時 代理教育處長楊貴傑表示 統一對外說明是衛生局的權責 再加上因為這起事件 反而深認為代理副處長的 徐燕利科長請病假沒有來 反而讓議員們更關心也更質疑 深美國小案 家長會等相關的團體 食品供應業界 教育界都在等著一個真相 請問金融市政府 到底有什麼好怕的 有什麼好不敢講的 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嗎 你認為我們的徐科長徐副處長 絕對不會迴避所謂的議會的 一個質詢跟詢問 那在這邊也希望說 議長能否在這一次議會大會 結束之後 那等到我們的徐科長徐副處長 身體也養好了之後 讓他健健康康的 希望來到議會 針對營養午餐的事情 對我們所有的議員 來進行專案報告 那真正在處理 在協調這件事情的 是我們今天因病請假 我們的徐雁立代理副處長 那他有沒有給大家 任何一些處理這些事件 後續的問題 以及這些事件後面 他的處理方針以及步驟 市議員也要求教育處 一定要針對營養午餐 提出具體可行的改善方案 保障學生吃的健康安全 如果由團散營養公司 團散公司來供應 請問簽訂合約的標準在哪裡 簽訂這些合約 都是未來我們審查的細項 驗收的細項 這些審查的 知道不要的細項 是用來監督的 都沒有訂定出來 未來是要如何要求 我們都不希望這種漢事發生 可是我們希望 嚴領更嚴格的這個 自治法規 能夠來監督 然後提供我們這個 學校的一個輔導團 跟連政平台 制定我們這個營養午餐的一個 一個完整的一個 養成機制 那現在不管是自設廚房還是團散 在食材成本難提升 情況底下 複數標到底找不找到廠商 這也真的不確定 因為廠商就是看 就是看預算 我們現在萬一發生了一個 學校營養午餐的食材的問題 一個廠商得標 那請問它是馬上停止 那後續誰來接 所以這裡應該奠定 是不是複數雙軌制的一個 評審的一個廠商的一個內容 上半年上學期的時候 天氣好什麼菜價什麼都很穩定 拿到下學期的廠商 那個高麗菜一顆就多少錢了 這樣子怎麼做 所以既然是要複數標的話 叫公平起見 就是要一個月一個月這樣子 分開這樣子做 這個有關食安的問題 我們要零農人 所以零農人的話 我先去希望我們教育處 配合我們衛生機 聯合居查這個編組包含學校的 一定要做好 你這個營養午餐裡面的 形形色色很多 我是希望能夠做一個中央空除 整個因為基隆市不大 你整個來運送的話 頂多45分鐘 他就可以到達那個學校 基隆市議會議長佟子偉決議時 要求基隆市政府必須面對問題 檢討問題 我們這個營養午餐的議題樂意 那也我們有多位議員 大家全體議員都非常的關心 我想請這個教育處 我們有相關議員要求 我們要的書面資料 我想就提供給議員 那我想營養午餐的問題 我們基隆市政府必須面對問題 然後檢討問題 然後我們應該建立一個 跨局處的平台 極致跟衛生局如何整合討論 我想我們全體議員都非常關心 那就請教育處積極來負責 而在市議會質詢教育處結束後 三個小時 基隆市衛生局也迅速發布新聞稿 公布檢驗結果 也就是依照衛生福利部相關規定 無法判定為符合食品中毒事件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外掛式無障礙電梯落成啟用 來賓們親自體驗 從一樓搭到四樓的便利性 四層樓高的電梯外觀吸引 採用透光玻璃設計 電梯緩緩上升 可以遠眺洪彈山 和俯瞰警察局中庭 歷經前局長劉耀青 和現任局長張樹德 兩人極力推動下終於完工 在去年的實驗體就蓋起來 但是因為當時的搶工 有一部分這個設計規劃 沒有按照政府的規定 所以這一個電梯一直沒有辦法用 那當然我們是公家機關 沒有這個實用製造 大家敢不敢用 不敢用啊 萬一有發生公安問題誰負責 那經由整個 警察局還有我們清安工 還有我們這個惡性 這個謝家同家 還有社會各界給我們支持 今天小T可以正式宣布 正式落成 我們給有工人員感謝一下 其中典禮邀請了副市長邱佩玲 副議長楊秀鈺和捐款者一起剪菜 共同見證這歷史新的一刻 真的很開心可以參加這樣的活動 看到最有愛的就從我們的警察局開始 相信因為基隆是老地方 很多老式建築是必要用這種方式 希望因為這個而開啟一個和好的點 讓基隆讓所有人民更方便 再一次謝謝張局長這段時間的努力 也謝謝所有企業界朋友 跟所有中廟大家的軍政 一起讓基隆更好 代表我父親謝休平先生來參加 今天的這個我們五障礙電梯的落成典禮 那昨天我跟我爸爸說我要來這邊 那我爸爸要特別提 要我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主婦三代 從我爺爺謝清雲先生 然後到我爸爸謝休平先生 到現在的國良 我們對基隆的警政都是最支持 而且最感謝的 我們都知道基隆是一個老舊的城市 有很多這個長者非常的多 包括一些就是行動不方便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基隆市警察局沒有電梯 那也因為我們同永同主委 也是我們國社的顧問 他的發起在劉耀青局長那個時候 他發起的 所以今天終於落成了 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贊助廠商 基隆市的老人的人口是全台灣也是在前面 所以很多這個年長者 還有我們有一些工友都要搬一些重物 如果沒有這個電梯 事實上那會讓我們警察局來洽工的民眾 覺得很不方便 基於種種上述的理由 我們才來建立 那也在於我們慶安宮同主委 還有我們市長 這個鍍謝願聯慈善基金會的支持 還有社會各界的支持之下 今天正式完工 這個正式啟用 藉此可以讓我們的市政的滿意度 或者是來警察局洽工的民眾更加的舒適更加的便利 警察局聽社超過40年 一直缺乏無障礙電梯 如今在各界捐款協助下 電梯終於落成 未來民眾洽工 不只有爬樓梯的選項 還可以搭電梯 體驗居高臨下 欣賞不一樣的風景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基隆拉拉隊在雅錦賽獲得一金一銀 魚雲錦 簡施雲 戰線高超的技術水準及翻騰動作 抱回雅錦賽嘻哈雙人組金牌 另外彭宜貞及熊佩柔 全運賽第一個順序出場 表現亮眼 奪下雅錦賽彩球雙人組銀牌 我們基隆斯拉拉隊委員會 跟宇都舞蹈團合作 這一次總共派出四位選手 代表台灣參加 2023亞洲拉拉隊錦標賽 我們基隆斯的小朋友 代表台灣在國際的舞台上 拿了一金一銀 拿了彩球雙人組的銀牌 跟嘻哈雙人組的金牌 都是由我們宇都舞蹈團 跟宇都拉拉隊共同來指導 小朋友在國際的舞台上 得到很棒的成績 也創造了很多不一樣的價值 未來希望有更多的選手 跟喜歡跳舞的同學 一起加入拉拉隊運動 四位優秀的選手 榮獲特優運動員 在國民體育日 優良志工 及有功團體基隆人員 表揚大會上接受表揚 另外三金永厚鄧宇文 直接報回 由基隆士體育會理事長 鄭錦州 自掏腰包的獎金 一金三萬 三金共九萬 一百一十二年優良志工 及體育有功能表揚典禮 我們一共有表揚 一百零四位的基隆士 各優良單項 還有有功能演 優秀運動員 及推展體育有功的學校 優良老師 還有特殊體育貢獎有兩位 那我們今天也趁著我們 全國運動員剛回來 我們鄭錦州 得了三塊金牌 我們每一塊 有個人 三萬塊 九萬塊 也要幫給他 賺小小的鼓勵 也非常謝謝市政府 跟議會 大力支持我們的體育活動 我們 聯繫六年 在運動台灣2.0裡面 獲得教育部的特優 縣市 希望說我們這個業績 能繼續 辦下去 讓我們大家對運動 身體會健康 就是要推廣運動 讓身體更健康 市長謝國良 議長同志委 以及多位議員頒獎 推廣體育的18個單位 就是為基歐人員 體育在每一個環節的發展 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如果真正重視體育 就要把三級的運動 建立好 然後我們必須給專任教練 給防護員 給什麼 然後我們的所有的教育資源 必須集中 非常感謝長期在推動 體育有功的這些人士 包含我們成員議員 最近也要求市政府 那市政府也有在配合 我想我們慢慢的一步一步走 讓我們的體育好 基隆就會好 另外市長謝國良支持時 肯定各單項協會 決定恢復體育班等政策 提出更好的配套措施 打造更好的體育環境 鼓勵大家多運動 讓身心愉快又健康 記者崔曉君 基隆報道 沿江奶奶打開門 讓參與社造小旅行的夥伴們 入內參觀這百年古厝 紅磚三河院 保存的整理的極好 住在裡面冬暖夏涼嗎 社區理事長說奶奶很發心 將土地整理出來 讓民眾無償使用 因此社區夥伴 才能進行手作步道 同時也能改造環境 賦予地方新生命 步道的部分 就是由我們八肚岩家 那個岩媽媽 她同意讓我們來整個做改造 我們總共那時候有十幾個志工 一直把他整個清理出來 爺媽媽也很高興 她說不管是所有居民 或者是說外地的 她也同意說 讓我們直接從他們這個地方 可以經過這樣子 讓我感覺就是說 跟社區的連結 能夠很踏實的在一起 因為我之前 我那個高中是去台北念書 然後我其實 本身是巴南里的居民 但是我發現我對基隆 並不是很認識 那藉由這幾年跟 那個理事長的那個參與活動 我發現說 跟社區的那個 在地的文化歷史 以及自然景觀 有很深切的感受 感謝地方民眾一起參與 一起共融 讓地方故事可以 成成亮點被看見 地方居民與在地 也有更深的連結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輕鬆電台 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在你的市場 的枸材 我已經足夠了 很喜歡 本來很準一 操作 我是蔡小鈞 很期待 稍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